今年中国人所谓的诸年的大年初一 有一部影片 共125分钟在大陆上映 票房节节高升 大家知道是哪一部影片吗 我们河水德山教会的人 不但天上的事知道 地上的事也都知道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何等感恩 今天正式要讲流浪的故事 我们地上的和天上的 就能够相互呼应 奇不奇妙 奇妙 我们实在感恩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次的主日信息 都不是开罐头炒冷饭 都是有新的亮光 新酒银翼 而且这些的心也和地上发生的一些人事物 前呼后应相互符合 的确是主的恩典 那流浪地球 是我今天的讲道题目 谁能拯救地球 大家说谁能拯救地球 有人讲出答案了 所以不是刘慈欣 也不是导演郭凡 或是男主角吴京 只有真神上帝 才能够拯救地球 这部电影 流浪地球 乃是中国的一位科幻小说家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刘慈欣是1963年6月23号生 在1988年毕业于华北的水利水电学院 取得水电工程系的学士本科 那他在在学期间呢 他就就非常的勤奋 把他的那个非常非常冷漠的观察宇宙的心得 又非常冷酷的评判社会道德 加上又非常冷静的去思想 这个科幻等等 所以他开始用笔墨 把他的思想能够付诸文字 没有想到他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呢 连续都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的特等奖 而且也得到什么余果奖很多很多 那这个人非常特别 因为他被称为中国的科幻教父 又被称为中国科幻的第一人 他的别名叫做刘电工 可是他是工程师 更是科幻小说的作家 这个人呢 他是单枪匹马 可以把中国的科幻文学提升到 几乎达到世界级的水平 他是在80年代的中期 就一直继续开始创作 然后结果在1999年 就在中国有一份杂志叫做科幻世界 在这份杂志上呢 不断的发表科幻小说 和科幻的水平 在2000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写流浪地球 这个中短篇的小说 然后2000年就得奖 那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 开始写三体 三位一体 那个三体 然后2008年 又写三体的第二集 叫黑暗生灵 然后2010年 又写三体的第三集 那主题叫做死神和永生 2014年的时候呢 他又写了时间移民 时间移民 而且2014年 他就写了科幻小说 题目叫做2018 那还有一部小说 目前尚未发表 那小说的名字叫做 中国2185 代表中国2185年 会发生哪些事情 所以我们台湾呢 有一个科幻的巨匠 叫做尼匡 大家听过吗 尼匡 我们大学时代 很多人都非常迷幻 他的小说 那中国人 目前很多很多人 都是刘慈希 这个小说的粉丝 所以球主帮助我们 能够透过 郭凡 这位导演 他在2017年 5月26号 就开始指导流浪地球 正式开机 然后在今年2月5号 在中国大年初一 正式上映 就颇获好评 相信上帝要透过 流浪地球 来对中国人 和对全人类说话 这是一部的科幻和灾难的 剧情的片子 中国人一向都喜欢拍 公平的题材 或是拍一些爱情的 现实的政治的等等 但是中国人拍科幻灾难片 可以说这次一个非常非常 算成功的创举 所以我们要为留此心祷告 也要为流浪地球 全体的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祷告 求神让他们有一颗 对上帝敬畏的心 而且的确是可目真理 知道地球流浪流浪流浪 请问流浪何方 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呢 流浪地球的主人公 是一位父亲 他在影片开头的时候呢 就选择放弃妻子的生命 在影片的结尾 他又选择牺牲了自己 为了成全儿子和地球人 能够继续活下去 他这种选择的确 是出于爱 出于同情 也出于责任 但是呢 虽然他很低调 不喊口号 面对处理人类共同的危机的时刻 他能够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 就是要拯救地球 牺牲他个人性命 或许多人性命 目的就是希望地球 不要被太阳毁灭 那之所以 有这部的影片剧情 乃是因为 科学家的确告诉我们 太阳目前 的确在膨胀 在衰退当中 太阳有一天 可能会吞噬掉 这八大行星 当年我们是称九大行星 所以地球呢 要如何逃避太阳的吞噬 所以地球人呢 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 如何能够保存地球 就是要让地球能够脱离太阳系 让地球能够找到新的星系 作为人类的家园 那整个流浪地球的剧情故事 告诉我们 人类用了2500年的时间 要奔向另一个地方 可是呢 他们在地球上 安装了 那个几万个发动机 而且是转向发动机 希望地球能够脱离地吸引力 能够脱离太阳系 能够进入到一个安全之地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因为安装了几万台的发动机 结果就造成了地表的温热 达到摄氏的70度 让大家一看到太阳 就惧怕万分 因为人人都几乎快要被烤熟了 结果呢 为了要进入地下城堡 脱离地表的酷热呢 当时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 来看谁幸运骤奖 可以进入地下城 但是呢 他们却给宇航员的亲人 有特权 可以进入不用抽签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到底跟我们圣经的启示 我们要如何来 思想如何来应用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路加福音的第15章 这些流浪的故事 让我们来明白 人啊人啊 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终生的归宿 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先来祷告 主我们 在这时刻 特别靠主耶稣的保险 奉主耶稣的名 来为流浪地球的原作者 留此心祷告 有为他的家人亲友祷告 有为许多爱看他的小说的粉丝来祷告 主要我们也特别来为 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 目前幕后的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来祷告 主要恳求你使用这部片子 成为叫许多的人 能够出遗案 进入光明 能够出幻想 能进入现实 愿意尊重上帝 敬畏上帝 愿意把圣经打开来 来思想 来领受上帝 给人的启示 到底是什么 来思想领受 上帝如何拆派圣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寻找拯救世上的全人类 天父我们求你 那创始成中的灵 来感动中国 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归向主 天父我们也为海外的华人来祷告 求主 借着这一部的科幻的战略片 来告诉我们 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让自己能够来迎见神 天父我们知道 你是要收账 我们人类也要向主交账 主要我们要交什么账呢 主要求你来向我们说明 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中心 有见识的好管家 能够交出主要和你心意的账 不是交白卷 主要求你来帮助 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主要耶稣基督所讲的 这三而一的特别的比喻 能够学到许多的真理 能够得着许多的亮光 让我们的形入有方向 不迷失不偏行解路 如此祷告 祝耶稣基督宝贵圣明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还是进入了路加福音的第七讲 是三而一的比喻 是圣者 为什么要得人 感谢神 我们连续几次的路加福音 都讲到 这位路加医生 写耶稣的传记 是要我们 能够用一生的力量 去得人 去救人 因为人如果没有被上帝拯救 人的结局 就是沉沦 人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感谢主 路加医生 特别把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三个比喻合成一章 这是他独家的报道 因为马太 马可和约翰福音 都没有三而一的连续的比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非常熟悉浪子回家或浪子回头的故事 因为这是圣经当中最有名的比喻 又是最感动人的故事 而且是最伟大 最受欢迎的伟小说 三个比喻 最好不要分开来讲 而是连续来讲 一起来看 因为这三个比喻呢 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 让我们明白 这位创天造地的真神上帝 他是自有拥有者 他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真神上帝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 所以很特别提到 一节到七节 讲到牧者失扬 耶稣基督自己比喻自己 是那位好牧者 他从天上来到人间 就是要寻找羊 耶稣特别强调 牧羊人有一百只羊 一百是一个完整数字 乃是象征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一百只羊 其中只有一只羊 迷失方向 一和九十九 这个比例是相当相当悬殊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 神特别关照 特别注意 这一只迷失的羊 迷失的羊 而且神暂时放下 那九十九只羊 特别专心的 付上代价的 翻山越岭的 要去寻找亡羊 一直到把亡羊找到 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神的心 是这样的一颗心 人来看 这些偏行几路的羊 是该死该杀的羊 可是神的心呢 却舍不得他们 进入灭亡 神的心是希望 亡羊 能够回家 法利赛人 他们认为 你们这些罪人 羞辱上帝 你们该死 死有余辜 但是耶稣 却对法利赛人 对文士们说 神的心 不希望罪人死 不希望迷羊 灭亡 神的心 希望罪人悔改 希望迷羊 能够回家 而且神的心 祂是寻找亡羊 宗教一般来讲 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 人需要神 人去找神 请问 人有限 神无限 人有罪 神无罪 人能找到神吗 感谢神 圣经给我们的信仰 告诉我们 是神来找人 哈利路亚 神找人 我们今天这些人 都是被上帝找到的人 我们要不要感谢上帝 要感谢上帝 所以这段故事呢 是耶稣基督 回应 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的 私下议论 这些人 听耶稣讲到的目的 不是要领受 不是要学习 而是要找查 要挑毛病 哦 这些人 没有公开 批评 私下 小声地讲 可是耶稣基督呢 知人知面 又知心 你虽然讲得很小声 甚至你默默地 藏在心里 耶稣知道 人心中所存的 耶稣知道 你的心思意念 求主观说 我们 耶稣基督 他所讲的真理 当时的税吏和罪人 喜欢听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 已经被众人 尤其被宗教界的 这些教徒 或领袖责备 知道自己的确有罪 为什么呢 他成为 罗马帝国的 走狗 然后压榨 自己的骨肉同胞 然后 绞 非常 严重的 碎绝 所以 他们知道自己有罪 他们喜欢听 耶稣讲 为什么呢 因为 耶稣的讲道里面 有爱 耶稣的讲道 有赦免 耶稣的讲道 有饶恕 耶稣的讲道 有关怀 有拥抱 所以 税吏和罪人 非常喜欢听 耶稣讲道 而且会悔改 来投靠耶稣 那税吏和罪人呢 也常常 请 耶稣吃饭 请问大家 耶稣有拒绝吗 很多人 请耶稣吃饭 耶稣都 很大方的 去接受邀请 请问耶稣是 喂吃饭 吃饭吗 当然不是 耶稣基督是不错过 每一次和人 大乔 和人沟通 和人 见面的机会 希望 无论得失不得失 就是要把福音 把救恩 把天国的真理 来传给和他 同吃同喝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 好好思想 耶稣基督 所说的这个比喻 第一是 牧者施羊 大家说 牧者施羊 面对这一只 偏行几路 这只羊 以为 他脱离团队 他可以找到 更好吃的草 可以找到 更可安心的水边 可是他 找啊找啊找啊 发现他怎么样 离团队 越来越远 而迷失在 旷野和荒漠当中 甚至 很有可能 他掉落在 坑中 大家知道 那是何等何等的危机 如果他一叫 咩 会引来什么 豺狼虎豹 马上就把他吞吃了 所以羊也不笨 虽然羊很stubble 可是他掉在坑中 他不敢叫 一叫他就知道 他的命怎么样了 马上成为别人的食物 可是呢 牧羊人 在高山 在旷野 崎岖难行的道路当中 牧羊人是一直会怎么样 羊啊 羊啊 你在哪里啊 这个羊呢 要如何做选择 如果他回应的话呢 有可能残狼虎豹 就很快把他吞吃掉 如果他不回应的话呢 那他要等待何时 所以耶稣基督 来到人间 也在寻找亡羊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人 的确被找到了 因为我们有回应 有蛮多蛮多的人 他躲在坑中 甚至以为妥善 以为安全 当他听到牧羊人 或是牧羊人的 这个传道人 就是基督徒 来呼唤他 要来帮助他 可是他就觉得说 我已经躺过在坑中了 好像已经得到安全了 甚至他知道 有人在呼唤他 羊啊 你在哪里 结果呢 羊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呢 他还故意 拿很多很多的树枝 拿很多的杂草 把自己盖住 不但羊在他旁边 他一点都不回应 结果他就错过机会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上礼拜题目 讲到什么 就是耶稣 有一个天国的 救恩的福音的 一个大宴席 耶稣大宴宾客 我们晓得 耶稣预先 发邀请函 请很多人 合家光临 结果这些人 都找许多理由 借口不来参加 结果耶稣就跟 仆人们讲说 你去大街小巷 把瞎眼的 窃腿的 贫穷的 残配的都请来 结果请来之后 还是有空位 耶稣跟仆人们 讲什么 你们去路上 那个路上的英文 是highway 或是way 所以很特别 可能是去 离大街小巷的 这个城市 附近的 要走highway 然后达到一些郊区 那郊区里面 有很多豪宅 郊区里面 有很多人 有篱笆房 等等等等 然后要去把 那些人请来 请问那些人 请来容易吗 也会有各种 理由借口啊 哪一个人不忙啊 所以耶稣跟仆人 讲什么 五个字 大家说 勉强人进来 哈利多亚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要得人 然后呢 还如何得人 大家说 勉强人进来 勉强人进来 请问你 从信主直到如今 你有勉强人 来听福音吗 你有勉强人 来参加主日聚会吗 有没有 要不要悔改 如果没有的 要不要悔改 有的要不要继续努力 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 都能够 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 勉强人进来 请问我们的椅子 还够坐吗 不但不够坐 而且全部人都用站的 对不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要遵守 耶稣基督的教导方式 大家说 勉强人进来 勉强人进来 从哪一天开始 好 所以呢 我们舞团结束之后 然后到晚上 明天早上 有没有聚会 有 我们现在活水得胜教会 天天有礼拜 感谢主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天天都有礼拜 这是一个正常的 健康的 和神心的教会 天天有礼拜 几点到几点 七点到八点 那请问 你要下什么功夫 大家说五个字 勉强人进来 好不好 大家努力努力 勉强人进来 好不好 好 你 常常 勉强 儿女 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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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学吗 她喜欢学吗 七个半次啊 可是你如何 勉强 她学 你勉强的 你学什么 学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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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学吗 她喜欢学吗 你勉强 可是你为什么 不运用 神给你的 位分 神给你的 权柄 出于良善的 出于好处的 勉强 很多很多 你关心的人 来到教堂 听福音 得救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很多很多 没有回家的 在上帝来看 都是迷失的亡羊 耶稣自己比喻说 我就是那位好牧人 好牧人 来寻找拯救 失上的羊 虽然付上很大的代价 虽然很难找 但是好牧人 有一个决心 一个目标 直到找找 大家说直到找找 直到找找 所以你有没有 像耶稣一样 找你的家人 亲友 找你的左邻右舍 找你的老板和顾客 把他们 怎么样 勉强到教会 把他们真正找到 能够归向耶稣 回到神家当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 耶稣是好牧人 牧人寻找亡羊 直到找找 在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第六节 以赛亚书 四十章第十一节 彼得前书 第二十二十五节 都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如羊 走迷 其实 耶稣是讲比喻 一百只有一只羊 迷失 其实一百只羊 都迷失了 一百只是全人类 羊是代表人 所以每一个人 只要你没有信靠耶稣 接待耶稣 你就是迷失的 而且迷失的结局 就是走向哪里 走向沉沦 走向灭亡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得人呢 就是希望他们回家 不要灭亡 希望他们选择悔改 得着救恩 能够回到天父家中 得喜乐 得平安 得富足 得产业 得荣耀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得人 就是不要让人 迷失沉沦 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天职救世 要尽量减少地域人口 增加天国人口 阿们 求主帮助阿们 逼 逼就是 你知道吗 牧羊人 千辛万苦 把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 中女 可能在坑中 找到羊了 你知道吗 牧羊人把羊 拉起来之后呢 然后如何 打他的耳朵光 混蛋 你这个败家子 你实在让我 那么的 好 这个 伤心难过的 到处找你 你为什么 要脱离团队 请问牧羊人 找到羊之后 如何回应 耶稣的比喻 丝毫没有 打骂 责怪 训斥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牧者找到羊之后 立刻如何 大家说 扛在肩上 何等的爱 何等的接纳 扛在肩上 然后哪里 半路上 丢在路边 再一次 偷骂一顿 叫找一顿 看你还敢不敢丢掉 看你敢不敢脱离团队 一点都没有 他怎么样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 扛在肩上 一直扛到家里 让他回家得到安息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天父的心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这位牧者呢 就邀请朋友和灵色 一同欢喜快乐 哇 你看一只羊 算什么 还有九十九只啊 可是牧者 却关心 这一只羊 就人来看 没有智慧 浪费时间 而且你牧者 去寻找羊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 一不小心 也被采狼虎报 吞吃啊 所以 你太大意了 一个人跑去寻找啊 但是 耶稣再一次地强调什么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 耶稣基督再次告诉我们 这就是上帝的心 上帝为你 为我 为我们这些迷失的羊 上帝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 大家想念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 这小子里 施上一鹤 你看 你一个小小的小子 耶稣告诉我们 阿爸天父如何 他不愿意 这小子里施上一鹤 何况是你的生命 你有智慧聪明 远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 上帝 当然知道你的心 上帝 当然知道 你要为你的子孙后代 然后累积 加业 所以 感谢神 如果连小子里 那一个小子 上帝的顾念 何况你呢 跟你朋友讲说 上帝顾念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法利赛人 他们有一个观点 就认为说 这些罪人啊 就是该死 当他们死的时候呢 就让神得荣耀了 其实神的心是什么 舍不得罪人死 神希望罪人悔改 然后神就欢喜快乐 所以耶稣说 当羊被寻找的时候呢 牧者 左邻右舍 亲戚朋友 加上天父 还有天上的使者 都欢喜快乐 路加福音十五章 出现好多好多的欢喜 欢喜欢喜 大家自己去算算 所以欢喜 是神赐给人的 一个特别的情绪 神希望你欢喜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就把亚当夏娃 安置在伊甸园 伊甸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喜乐园 大家说喜乐园 所以上帝就希望你喜乐 可是你如今喜乐吗 你喜乐吗 你以为赚够钱了就喜乐 但是我要告诉你 当你真正赚够钱的时候呢 你是真正的 忧愁寡虑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个 耶稣讲比喻说什么 讲到一个妇人 有十个钱币 结果妇人呢 她就丢失了一个钱币 所以羊是动物 钱币是金银 宝石的矿物 不管是动物 植物还是矿物 请问是谁创造的 大家回答 是上帝创造的 既然是上帝创造的 请问他的所有权 是谁的 是上帝的 所以天地人 上帝创造的 人的灵魂体 上帝创造的 所以我们的灵魂体 谁拥有所有权 上帝 可是今天的后现代社会 好多好多的男人女人都说 我的身体 我做主 俺要干嘛就干嘛 这是自由的时代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 你的生命气息从哪来的 如果没有上帝创造你 请问有你来到人间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的 听到 单单怎么样 没有反应 不然就是早茶 抓毛病 我们乃是 的确知道自己 如同税吏 如同罪人一样 我们需要神的爱 需要上帝的拯救 那什么叫做 富人施钱呢 钱 大家晓得 古时候的钱 和现在的钱 常常在钱币上 会有谁的头像 那个国王 或皇帝的头像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 透过钱币 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人 本来是有上帝的形象 跟样式 我们这些人 如同钱币一样 是有价值的 神创造我们 是金银宝石的材料 神让我们这个钱币呢 的确可以去买 等价的财宝 等价的东西 所以这个钱币 是有价值的 可是这个钱币呢 他堕落了 他失去了 而且掉在哪里 掉在屋内 要点灯 要用扫帚 去少掉很多的杂物 除去很多的灰尘 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才能够找到这个钱币 耶稣基督说 妇人施钱 来说告诉我们 圣灵 三一神的第三位 圣灵呢 他在点灯 圣灵在扫屋 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潜意识 有很多很多 负面的灰色的黑暗的思想 神要把我们全部洗干净 圣灵要点灯来光照我们 圣灵要教我们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好让我们能够 被上帝找找 感谢神 耶稣说 圣灵运你找 而且是细细的找 直到找找 大家说直到找找 直到找找 直到找找之后 你知道怎么做吗 直到找找 就把这个钱币挂到头上去 路加福音十五章没有写 但是我们要了解 当时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是 一个女人家 如果被另外一个男人 订婚之后呢 这个女人就要把男人送给 未婚妻的十个钱币挂在额上 听懂吗 向大家宣告 俺 名花有主 你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可是十个钱币如果缺一个呢 那就不够荣耀 不够 不够见证了 所以妇人就要去找 很特别很特别 让大家猜猜看 这个妇人啊 请问大家 是男性还是女性 还是中性的名词 那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呢 告诉我们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里的神的灵 那个灵呢 是儒阿 希伯来文是单数的名词 而且是阴性的名词 代表它是母性 那创世纪一章一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那个字 希伯来文叫做Elohim 它是三个以上的负数字 而且它是男性的 所以很特别 摩西领受上帝的感动和启示 告诉我们 神是男性的 可是神的灵呢 却是母性的 所以代表我们这些人啊 需要父爱 也需要母爱 可是父亲的爱 母亲的爱 你看创世纪一章二节 就告诉我们 神都为你预备了 哈利路亚 对你旁边讲 你有父爱和母爱的 你有父爱和母爱的 所以圣灵把前面找到之后呢 就放回原位 放回原位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位置 不是被丢弃在地上的垃圾堆中 或者丢弃在阴暗的角落 你应该被挂在额头上 来显出你是名花有主 来显出你是有价值的 你是有功用的人 所以感谢神 我们要晓得 羊和钱币都是属神的 千山的牛 万山的羊 都是属神的 诗篇的一百篇第三节 告诉我们 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 耶稣基督报说的确有一群羊 是属于上帝的 可是耶稣也非常知道 有另外一大群羊呢 还在圈外 请问圈外的羊属于谁 也是属于耶稣的 也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耶稣说 我另外有一羊 另外的羊也是属我的 因为一切被造物 都是神创造的 都是神所宝贝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得人呢 因为羊 钱币和人 都是神宝贝的 羊代表人 钱币也代表人 那两个儿子都代表人 所以我们是神 看为最宝贝的 对你旁边讲 你是上帝最宝贝的 上帝一定要透过 圣灵把你找到 把你放到头上 归回原位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再来看第三大段 就是父亲 师子 大家说父亲 师子 父亲 师子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 有一位父亲 有两个儿子 其实啊 小儿子和大儿子 都是浪子 都迷失了 自己的 位分 自己的 荣耀 自己的命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小儿子 当时 人在家里 心 早就在外面 后来 他就 离开家 去到远方 心在外面 人 当然 也在外面 心也在外面 可是大儿子呢 当时 人在家里 心在哪里 心不在焉 里里外外 一下想 哇 我的弟弟呢 在外面 在外面